大理一福星宫地下室的空间最近是商界给大兴社区关怀据点来使用 不过因为没有电梯 让不少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家无法再参加据点的活动十分的可惜 幸好在市府社会局及福星宫的努力下 加装了残障楼梯升降椅 这一天是顺利来启用 提供高龄友善的空间 让不方便行走的长者又可以再开心的参与活动 阿嬷坐上楼梯升降椅系上安全带 接着自己操作启动器 一直开始缓缓移动 载着她往地下室移动 参加社区关怀据点活动 这新设备让行动不变的她好开心 有啦有啦 真方便 真感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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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做 让我们坐 真好 今天就是升降椅 因为这些不方便 结论人们不方便 我们今天做这个升降椅来在这里 让那些不方便 有20个可以这么方便来这里上课 也感谢社会局给我们导致工 可以给我们补助 福星宫表示地下室空间十分宽敞 是附近社区举办活动的场所之一 不过之前因为没有电梯 不少行动不变的民众下楼梯相当不方便 幸好趁着这一次借大新社区关怀据点使用 市府的社会局补助经费之下 加装了这残障楼梯升降椅 操作简单 而且可以载重120公斤 相当安全 对 感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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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很好 用得很方便 很感谢 福星宫一直做这么多的善事 那他们地下有这么好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就媒合了这样子的一个资源 然后呢 希望长辈在这边使用的很方便 那台中呢 还有很多的类似的场地 我们日后还很希望陆续的来推动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使长辈呢 上下楼就来得更便利 福星宫妈祖庙平时热心工艺 现在又有残障楼提升降椅 提升高龄友善的空间 也发扬妈祖慈悲为怀的精神 接下来去封台中常报导